可以回答每一個同學 讀出來任何一個敘事的問題 好像附於他某種分析器 所以在這種虛構的狀態裡面 好像保持有更大的東西在後面的前進 我比較好奇的是 三隔二十年老是剛時的寫作的狀態 現在在回頭看那些 我現在也無法輸出認識 那個神秘的東西不斷分泌出來的 生產這些對話的狀態 不斷分泌出來的 謝謝 這麼多年之後 我其實在回過頭來看看當時評審 評審的話 我沒有回過頭去看 只是因為我跟東聯認識 他們也多多少少會有些講法 可是我很確定的知道一件事情 不管這些評論 因為最近看那個 朱天欣寫的三十三年 夢 三十三年 對 最近他寫的影片 那他裡頭也涉及到 朱天欣寫當時得獎的 光人手機 那同樣一件事情 陳某次郎跟光人手機 同樣一件事情 他一直角度完全不一樣 對評審的當時的一個角度的力量 那我並必要講一講的 就是說 不管評審怎麼樣 當時每個評審他都有他的評審 我還記得當時蔡元宏給了我雲分 對 那個等等 可是在朱天欣寫那邊記得 卻是姚依偉給了他雲分 對 我要說的重點是 我自己其實寫的時候 非常清楚來做什麼 我對那個衝向的事情 也許從另外講 非常看起來 就是神力 他也不做 我對衝向的事情 一直以來 就已經叫 呃 不是說改進去 這個說法 我要太太太太太太 神網 對 被抽到的東西 一向的變成神網 呃 我們剛剛看起來這樣 魔術這件事情 其實每一種都是科學的 我一直猜想 抽到也一定 我們常常會談 談到什麼地方感 空 那其實都是很抽到的東西 可是我認為 也許就是用一個非常純淨簡單的方式 來比較 才能夠做那種抽象 你問一萬個人 對做愛這件事情 他不僅極為私密 他也 每一個人的行動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的感受都不一樣 因為你的身體的結構 你對事情的 那個 那個 訴訟的能力 呃 我一直 知道我要講的其實就是抽象哪一字 或者你所說的實力 我今天有講 沒有人可以 有一個 一個定義可以說明 信這些事情 來說 來來來來來來來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非常的 呃 就是他本身就是一個抽象的事情 我要捕捉的就是他的抽象 因此他想 而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當然也是因為 我百分之多少多少小孩的 那種信心 我對捕捉這種 不可謂撞的 通向的 那種 那種 跳躂式的 捕捉的能力 或者是虛解的能力 或是感受的能力 我覺得 有百分之多少 有 有 有我自己能力的信心 那個 所以 當時才會 而且 你早也沒辦法寫 不完全沒辦法寫 我早的時候 我不只能寫 我沒辦法 給他一段 那 那個 怎麼樣 給他一生 就 是一個 一段很廉長 要留一生 對 我覺得是需要時間 那 就在那一段時間 我今天又走到這邊 我再也走不去那個 我可能可以再寫 我給他一段 但是我真的喜歡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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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他對我來講 是一個 創 創 創造 而且 陪他一個人也許 他就是這樣 誰都可以寫 陪他 但是 對我來講 那就是 是一個 比較具有創教 創教 無力的一次書寫 呃 這種書寫啊 好像 胡蘭巴赫 講 我來講 然後 胡蘭巴赫 在 社群的 太鼓動態 他們已經過世了 死了 那 每個人都可以講 是關於死 真的 每個人如果 母親或是 練 都可以經過 一些 可是對我來巴赫來講 他母親的死 不容易 是在拉死 可是他自己 他覺得是 最遇刻 這種遇刻 是 心靈不整個活潮 每一次 都不是一次道理 所以 對我來講 是 戲劇上的 人生都知道 就是 你剛才講的 那種海浪 你怎麼 覺得就是每一次 是不是 就像你 然後 他只有一次的 道理 對我來講 是 謝謝 我們創的道理 謝謝 謝謝 謝謝